大家好,我是黃大師 今天的相學角知識 我們來看金型人 之前我們介紹過木型人、土型人 今天我們講金型人的特徵 還有什麼特徵 好,我們看圖片 第一張是南韓總統文在寅 他是頭圓面方 頭圓面方是金型人的第一個特徵 閩南話叫做四角湯正 然後第二個呢 他眼神特別定 眼神有點亮亮的 眼神特別安定,叫做眼神有根 你看他的眼神就是特別自信的感覺 然後第三個呢 他的顴骨會比較凸凸的 這是我的朋友王先生 他經營鞋子事業 你看他顴骨特別突出飽滿 有骨有肉,這個中年會發達 然後皮膚會特別白 金型人就是五行像法裡面 是屬於最白的 整體看起來很有精神有氣勢 然後再來的圖片就是我們的 台積電的董事長張東謀 他也是很典型的金型人 你看他面相 頭圓面方,體物擺 然後金型人呢,他不計會鼻子小 然後我們張先生他鼻子是 也算及格很好的鼻相 然後三庭均等也是金型人的一個特徵 就是上庭中庭下庭 眉毛以上是上庭 眉毛到準頭是中庭 準頭到地隔骨下巴是下庭 金型人三庭均等 再來我們看周先生 周潤發我們的小馬哥八哥 他也是金型人,頭圓面方 然後他法令特別好看 鼻子也大,眼神特別安定 金型人呢,最後一個特徵就是 金型有正耳 什麼叫正耳呢 就是他耳朵直五線會朝正垂直 從側面看耳朵直線下來會垂直於地面 然後我們發哥他的耳朵服貼又大 呈現出一個很自信完美的 全金型人的一個像 很好的像裡 再來就是我朋友他在內蒙 首都附和浩特 金光他同意他也是金型人 頭圓面方皮膚白 眼神有力有安定 然後有正耳 大分的是耳朵服貼 然後其他好的像裡是法令也伸長 這個很好的像 然後另外一張呢 就是我們的武學大師 葉文的另外一位黃飛鴻 他也是典型的金型人 但是他帶有點土像 金型人帶土像就是他的大堆穴那邊會隆起 然後他鼻子特別大 土型人鼻子大 五型像裡的分析他不一定會鑽形 有時候會雜形 就是香生的形比較好 金型人如果他帶有香克的像 比方說木會克土 土會克水 那麼火會克金嗎 金型人如果帶火像他一生的歷程 就會要克服很多困難 就是比較顛波比較勞碌的意思 好今天以上的解說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謝謝大家